好 來看到大批騷訪人 是拿著加壓水柱 全力在噴灑這一間的三合院 已經燒得幾乎是焦黑破損不堪 而且還有急救人員 正在現場幫這個小朋友 來做CPR急救 先來看現場的救援畫面 目前救出兩名小孩 目前出處探查那個 請問說我說到 好 這起火警是發生在 今天上午十點多嘉義縣的 民雄鄉一處三合院 是引發了火事 那麼消防人員是派出了 十五車二十九人來前往 但是到的時候 屋內沒有大人在家 只有兩名小朋友 一個兩歲的男童跟四歲的女童 那麼搶救到最後兩名幼童 都是急救後宣告不治 而且現場住在隔壁的 還有一名七十八歲的男性 他因為要逃生的時候 不小心摔倒了 也是有差錯傷的狀況 不過意識清楚 只是為何大人不在家 獨留小朋友 以及這個起火的原因 都還要進一步釐清